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 副食品清燉豬肉湯 如果你不想要錯過 懷孕育兒親子相關的資訊 要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讓我們陪伴孩子一同稱讚 哈囉大家好 我是穿越姬媽媽婉玲 這次的湯品啦 我是利用番茄、洋蔥、胡蘿蔔 來增加湯品的甜味 而且是使用電鍋熬煮很方便喔 也可以燙個麵條當作蒸商 大家趕快來試試看吧 要準備的食餐有 番茄一顆 紅蘿蔔兩條 洋蔥一顆 蔥一根 蒜頭三半 老薑適量 豬肉一塊 步驟一 老薑去皮切片 步驟二 蒜頭切成蒜末 運氣 無助餐 胡蘿蔔 創皮切片 平衛 用錢 周四 蔥切成段鑽 步驟五 番茄切塊 步驟六 洋蔥切絲 我們要感覺到很濃的嗆味 步驟七 分開豬皮和豬肉 那你要把它切掉嗎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吃它的肉啊 步驟八 汆燙豬肉 步驟九 爆香蒜末老薑 步驟十 放入剩餘的西材 步驟十一 倒入約九分滿的水 步驟十二 用錫波使封住鍋子 步驟十三 電鍋外鍋倒入兩杯水 步驟十四 燜煮一小時 步驟十四 燜煮一小時 謝謝妹妹 我們今天要吃青燉豬肉攤 搭配烏龍麵 來 誰要先吃 要吃個舉手 好 姊姊先舉手 姊姊就把吃完了嗎 嗯 來 好 很好 好 很好 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要去哪 認真吃 嗯 不要泡進那裡 回來 快 哇 哈哈哈哈哈哈 媽咪們 你都喜歡用哪種湯匙來給寶寶吃呢 第一 矽膠湯匙 第二 鐵湯匙 第三 塑膠湯匙 第四 其他 大家趕快去消販留言跟我們多交流 有什麼其他的建議啊 也歡迎寶寶媽媽跟我們講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不會錯過任何精采的影片喔 那我們就是影片見囉 掰掰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啊 七個月的副食品 蘋果地瓜蛋捲